大家在中国文化台北 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依然是从最近在互联网业界 非常流行的一本书 叫《失控》里面 谈到道德经合无为的话题 有请来的是 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博凡 博凡他这本书很有意思 这本这么厚的一本书 他最有趣的是 这个作者在前言里面说 他说连这本书 中文版的生成本身 也体现了他这种精神 我们刚才不是说 这本书他明白了 什么叫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组织吗 这本书的翻译 根本就是一群很喜欢这本书 英文版的网友 群包的 也体现了他所讲的这种 失控的精神 无为的精神 这本书94年出来的 正好是美国的互联网 刚刚起步的时候 94年美国人开始上网了 对 到了今天 万维网已经遍布全球的网络 由电话 iPad和个人计算机 组成的实时网络 还有可以自动驾驶的汽车 包括每一位朋友 随时随地 你在车里面 装的那一个所谓导航系统 其实都是整个地球的 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自组织的一个序列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 短短的20年里面 所以我有时候都觉得不烦 就是我们生活在 这个时代的人 其实如果你把自己 放在一个漫长的 5000年的格局里面看 你觉得都不知道 这群人是有幸还是不幸 是吧 有幸的时候我们看见了 可能是地球的最后的 我们看见了古代社会的背影 在小的时候 对 后来呢 我们看到了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现在就信息社会 扑面而来 这本书的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说好消息是我们 大概知道这些情况 坏消息是我们今天 对于如何使用 大规模复杂事物 运载起来的理解 仍然是很少有进展的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不论是在人工生命 还是机器人技术 又或者是生态学 仿正学领域 并没有出现新的重大思想 所以这本书 他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说20年前写了 今天几乎没有什么 可以改的东西 所以刚才我说 他预见的是那种 早已发生的未来 是我们今天开始发生了 但是呢 他当初完全是凭一种洞察力 通过一种预感 来测预测我们未来的世界 也就是我们现在 正在发生的世界 对 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呢 我和博凡呢 将会从不同的维度 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本书所讲述的东西 比如说这本书呢 他其实有讲到 密封的蜂群 然后他讲到了人工智能 甚至讲到了美国宇航局 在火星上去探测 火星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采用的机器人的策略 是怎么样的 他也探讨了一个 比如说一个 北美的一个草原 它是如何形成的 他集中里面讲的 很有趣的一点是说 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点 他说他讲到 其实要形成一个草原 还有一个因素 是我们以前忽略的 就是放火 是因为有了火 才让那些杂草去掉 这种才长出来 所以以前有段时间 大家讲人工控制 想形成一个所谓的 北美式的草原 是很难的 只有你能够点完火 甚至让野火本身 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本书讲的一个核心的观念 叫新生物文明 什么叫新生物文明呢 人造的世界是由机器组成的 由于这些机器不断地连在一起 它单个的机器的智能和力量 能量其实都是很小的 不管它有多大 它是很小的 但是一旦连接到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种 涌现出一种东西来 这个概念是 所以涌现是这本书里头 一个很核心的观念 什么叫涌现呢 比如说水 你把一个水池里头 那个筛子一拔掉 它就会形成一个漩涡 这个漩涡 这个水本身是没有的 是由于某种变量引入以后 它就产生了一种 过去完全没有的东西 最后呢 就是就将会出现一种 新的生物文明 这种生物文明呢 是一种叫超级有机体 它不是 不是有 这种有机体 我们不是不同于生物 比如说蜜蜂蜂群 它就是一个有机体 甚至是我们的互联网 我们的微博 我们的那种社交网络 它也会形成一种有机体 有机体的意思就是说 从简单的一种形态 它会自己发育 分裂 成长 成为一种复杂的形态 所以呢 这种一种新的生物文明 将出现了 生物文明将代替 过去的那种机械文明 在这个话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哪怕是一群白痴 只要他们能够 新手相牵 他们会产生一种 高于这个之上的东西 所以呢 据说呢 就是现在很多时候 互联网界的人都在发现 就是什么叫社区化 就这样很流行 为什么微博暴涨 因为呢 这个进行连接了 所以呢 我觉得很可能 由于古代的时候 中国人呢 在很早以前 就到达了一个很多人 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情景 所以呢 中国人可能是 比较早的一群人 感受到了 人群涌现 就聚集之后 涌现出来一种东西 这种能量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观察 所以这里头有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 众鱼成智 就很多的愚蠢的个体 汇到一起 就形成一种高智能的 有机 超级有机体 对 道德经里头 对鱼和智 这里头讲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从下一期开始呢 就会和大家慢慢的 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 一张一张的 跟大家去探讨 到底生态文明的进步 和回应回来 中国古人所理解的道德经 和理解的 就包括庄子的精神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包括一些佛家的精神 佛教的精神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看待他们 不再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而站在新技术 和新文明的角度去看 世界重新是一个圆了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国学堂 谢谢老吴 我们下一期 同一时间再见